熬过了前几个月游戏发售的旺季 钱包也别的差不多了 不过呢也不用担心钱花不出去 还有各种促销在前面等着呢 一月份发售的游戏虽然不多 但是呢也有那么几款游戏 还是不禁让人手痒 比如一月即将发售的如龙7 这次的如龙7变化比较大 战斗系统采用了和以往不太一样的回合制战斗 战斗指令有点像女神一文了五 玩起来又有点最终幻想十三的感觉 此外因为这次的主角春日一番 是勇者斗耳龙的爱好者 游戏中也会加入不少DQ系列的经典语录 玩家不仅可以在街头打架升级装备 甚至还能开公司招募队友转职升级 不过有些玩家表示 对战斗系统有些不太能够接受 不过我觉得看惯了老套路 偶尔换个口味也是不错的 你说呢 只是希望这次请来的几个演员 别再搞出什么新闻了 时隔四年三国志的最新作品 三国志十四马上就要发售了 不同于十二和十三的创新 三国志十四这次回归了三国志九和十一的系统 这也让很多人大呼 熟悉的三国志又回来了 游戏的战斗和内政都会在同一张地图进行 并且在玩法上也是君主模式为主 还增加了名为战线的新要素 回归了以往战略和行进的双截模式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上NS 这样就能躺在床上攻略天下了 龙珠Z 卡卡洛特不再是以往那种格斗游戏 在强调打击感的同时还加入了RPG元素 游戏玩起来有点 混运忍者究极忍者风暴系列的感觉 不过这也难怪 毕竟是同一个开发组开发的 游戏除了包含龙珠Z动画的主线剧情 还加入了一些之前任务 甚至可以跟动画版的悟空一样用尾巴钓鱼 还可以狩猎 采矿 做饭 总之换了游戏方式的龙珠Z 还是很让人期待的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款游戏 这个月还有机战迷不能错过的 超级机器人大战X 怪物猎人世界冰原DLC 也能在PC上玩了 另外还有Steam冬季特卖 和Epic 2019假日特卖 PS港幅商店也开启了截日限定特会 将死亡搁浅 战神无主之地3等等 也都迎来了新的实力价格 在我们视频发布的时候 任天堂eShop商店 应该也会迎来一轮新春促销 别看新发售的游戏不多 但促销一样能够让我们千包别别 此外 魔兽争霸3重制版 在经历了Beta版测试严重缩水的事件之后 不出意外地延期掉了一月底 这游戏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也不多评论了 玩家也都看在眼里了 最后希望大家踊跃讨论火热三连 我们的有声推荐部分就到这里了 放弃 穿越式沿越 游戏 尽快乐 ここ我们下集中的 终于 遠い何処かへと 距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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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でも楽しく ド派手に カズドラバトル 大迫力で動き回るリーダーモンスターが 興奮のバトルをさらに盛り上げる ライバルや友達と白熱のバトルを繰り広げよう 一人でも対戦ができるぞ 俺と勝負だ 初めてでも大丈夫 パズドラ初心者でも安心のパズドラ塾 基礎から応用までパズドラのテクニックが分かるぞ お疲れ様でし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舞台は現代の東京 芸能が栄え 表現力の結晶 パフォーマーがあふれるこの街に 突如現れた異世界からの侵略者 ミラージ インブレムの英雄の力を借りて ミラージの脅威に立ち向かう 本作ではWiiU版にはなかった新曲が登場 他にも追加シナリオや 新しくバトルに参戦するキャラクターなど 新規要素にも注目 インブレムの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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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